好了天气这么虽然是雨这么大 但是还是很闷热 当然这是吃冰品的季节 台南有一家80年历史的水果店 儿子路远迢迢跑到意大利去取经 研发了以哈密瓜为基底的瓜瓜冰 结果一战成名 一年四季 不是只有夏天 四季都热销 但是古早味的高雄阿婆冰 里亚冰 四果冰 也卖了个七八十年了 都很受欢迎 每碰到假日都是人潮 夏天到了要清凉退火又健康 一定要吃这一味 以哈密瓜为基底来做变化 业者不惜成本用了半颗 上面放着水果冰沙和两种哈密瓜的果肉 做成了造型可爱的水果塔 好看又好吃 哈密瓜的果肉甜美多汁 冰沙一吃进嘴里透心凉 老板把它取名瓜瓜冰 而上面的果肉和冰沙 可以变换芒果和葡萄 许多消费者莫名而来 一场夙愿 不过它那个味道很香很绵密 很好吃耶 这好像是整颗芒果 整颗葵果下去用的好特别 瓜瓜冰是由老板的儿子 远到意大利取经 学成归国 创新吃法 意外的一年四季都热销 冰品搞创意搞出了名堂 不过古早味的传统味道 拥护的人也是大有人在 莉亚冰和四果冰 新世代听起来不沙沙 到底是什么样的古早味 尝了就知道 很清爽啊 酸酸甜甜的 莉亚其实就是用红楼里 做成的蜜饯 而四果就是莉亚 芒果青 杨桃和凤梨 老板卖了七八十年 人气不醉 尝到这位古早冰 酸酸甜甜又带点咸味 最让人回想起童年 老板说看似简单的两种创冰 其实前置工作颇为繁复 尤其像莉亚冰和芒果青 采下来以后除了清洗 还要去籽再浸泡盐水 最后用砂糖腌制 至少都要两个工作天 创新冰品遇到了古早味 一新一旧各有特色 有的在夏天帮大家消暑又退货 记者龙崇文 陈鼓民 蔡霜吉 赖冠章 高雄台南 综合报导